玉里分局着西分住所着西乡民众服务社为了响应花莲县政府实施花莲县社区整体照顾服务体系巷弄长照站的计划 针对了着西尤其资源匮乏参加了C级巷弄长照站着西站经济困难的长者们 来透过关怀访试及发放民生物资要加强长青长辈们温暖的全方位照护 玉里分局着西分住所着西乡民众服务社为了响应花莲县政府实施的花莲县社区整体照顾服务体系巷弄长照站的计划 针对着西尤其资源匮乏参加西级巷弄长照站着西站经济困难的独居长者 透过关怀访试以及发放民生物资加强长青长辈们温暖的全方位的照护 所以我才没有注意点准备的独居长 着西所警员巴洪达之前跟着西乡民众服务社主任林慧婷 共同到着西村关怀访试 在西级巷弄长照站着西站发送慈善团体捐赠营养品以及生活补具器具 让若是长者感受到人民保姆市民如亲的一面 也感受到服务社以及善心团体满满的爱心 受助长者对于慈善团体林主任以及分助所善心一举心存感念深感谢意 记者高双双卓西采访报道